美国华人营建工会于近日在洛杉矶举行2019年第二届建筑卓越奖颁奖晚会 本次获奖者的项目和作品展现了很高的创造力和品质 具有超前的社会和环境意识 中国大连地拓集团和刘世景观等中外23个公司与企业荣获建筑卓越奖 环境建筑卓越奖是去年开始创办的 为什么要创办这个环境卓越奖呢 因为在建筑行业我们有一大批常年从事建筑设计 建筑施工和相关产业的人 那这些人相当于非常高的水平 我觉得我们华人在美国能够白手起家 艰苦创业 做到这个零制宝马这个层级就是营生的成功了 这就是为什么华人建筑会举办这个华人建筑卓越奖 就是要常年在建筑行业辛苦耕耘的人 取得相当成就的人 有一个彰显他们专业成就的这样一个机会 2019年度华人建设卓越奖的颁奖宗旨是 为全球华人提供一个展示建筑地产业的建筑设计 工程规划设计 施工等多方面专业才能的平台 奖项涵盖建筑设计 工程设计 园林设计 地产项目开发 以及建筑材料等多个类别 去年我们首创了华人建筑卓越奖 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建筑行业的人能够积极参与 那今年有更多的参赛者投入了参选 经过激烈的印证的评比 今年有23位参赛者能够出现 获奖 涵盖了建筑的各个行业 从结构 设计 翻厂开发 庭院 环保等等 那今年参赛的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 著名的设计院的院长 著名设计院的总设计师等等 那也有我们当地的一大批的建筑成员员 中国猪洛杉矶总领馆乔务领事王洁怡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的代表郑寒斌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的代表 以及当地民选官员及各界代表 300多人出席了当天的颁奖晚会 谢谢大家